这个深紫色的一个来回织好 我们现在换深红色的线来挑花心 这个深紫色的线压下去 然后用深红色的线来织 不管是多大的码数啊 斜头的这个地方都是织四针 看一下 一二三四 织四针然后挑一针 挑一针 然后后面都是三针挑一针了啊 只有斜头这个地方 不管是任何码数大人的小孩的 都是先织四针挑一针 后面就是排花了啊 这个地方就开始排花 三针挑一针 三针 挑一针三针 挑一针 挑一针 挑一针三针 这边也是挑一针啊 最后剩下 最后剩下五针 大家看一下啊 织掉三针 然后织完三针之后 这个地方还有两针就直接织过来啊 如果剩下三针也织过来 如果是七针的情况下 那你就挑三 织三针挑一针 再织三针就可以了啊 好 现在从反面织回来 把这个从反面织回来 这个绕成辫子的 这个挑的这一针在反面怎么弄 我们把这个线绕上去 不能直接这样挑啊 直接这样挑的话 这样织过来的话 这个红色的线会在正面压着这个紫色的 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怎么挑 先把这个深红色的线绕上来 然后再把它挑下来 再放下去 然后再织三针 这样啊 再挑 这个线红色的线挑上来 把这个再挑 然后绕下去 织三针 再挑 织三针 这是第一次换红 换线挑针啊 这个排花总共 公字花总共要挑三次 好 这个第一个来回织完 挑花的第一个来回织完 然后再换深紫色的线 看好了啊 深紫色线不是全部织过去啊 还是需要挑针的 先织过来 好这十针织过来 然后再朝前织两针 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次挑针 就要在这个前面的 三针中间挑一针 要错开啊 看一下啊 在这个深红色的线 三针中间 挑一针 然后再织三针 织完了 然后再在这个深红色的线的 这个中间挑 再挑 三针 再挑一针 挑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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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这个四针 你看最后这个四针 你看最后剩下四针 我们挑一针 然后织三针过来 看一下啊 就这样排花 反面还跟刚刚一样的织法 按照我刚刚教的方法 就是挑针的地方 绕一下线 然后全部织过去 再织一针